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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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去跟着那边瞎读 跟着瞎读读过什么经验 一般就读金刚经和六祖探经 是这样 但是现在才中的学者 我发现就很 因为来这很多各派的也有 很多学校也读金刚经六祖探经 大家 但是唯一缺的 我说很多谈读行者缺的是 一个是菩提心 就是菩提心不够 就是发心 因为他是修得 直接就觉得自己空掉了一切 但是发心 菩提心不够是一个障碍 另外呢 正量不够 正量 就是说因为 禅宗是辅定一切次第跟法门的 那么其实你要利益众生心菩萨道的话 你没有正量 我们不谈正量 不谈次第 不代表我们没有次第修正 没有 没有正量 你渡谈不代表没有 就像六祖 从达摩到六祖 都是神通俱足的 我们不是说要神度 神度是小祖 也 他们的正量 内在的正量 包括达摩的时候 一尾渡浆过来 一尾渡浆 我们的一尾渡浆 就那么简单的 就是说你要有正量 就要实修禅定 要修定灵 要通过地位 否则我们的智慧永远圆满不了 你只是看到佛那样说 你领悟了 你的悟性很高 你知道那是重点 直接的把它拿过来用 没问题 那个是对的 但是我们的正量 那不是我们正过来的 如果佛不说 我们永远不知道 但是我们要自己证得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身心 来证得那个世界 比如说他们告诉我的 你啊 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要健修 一定要在社会上 经常的去修整自己 在生活里边 说是说 借势烈心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呢 刚开始借势烈心 比如说我有杂念 我有欲望的习气 那当他生气的时候 我把它放下来 因为我绝照到了 那这个欲望习气我放下 但明天他照样又生出来 我再放下 后天还生出来 难道我们绝照欲望习气 难道就是这样 不断地生气放下 生气放下 是有一天他不再生 目的是有一天 这个妄想 这个妄念 不再在我们的脑子出现 那靠什么呢 一个凡夫是做不到 他永远妄念一大堆 其实他坐在那 他要控制妄念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虽然慧能说 慧能无伎量 不断摆思想 但那是慧能的正量境界 不是我们的 对对对 我们先要修止观 就先要真的是 先要止息妄念 然后才能开始妄念 不影响我们 就说 所以止力定念一定要修 不管你学哪个宗派 不管你是 从金刚经 文摩节 从哪个经典入手 你一定 这个止观 止力一定要修 其实佛的所有经典 都跟修正密切相关 为什么我们看不懂 是因为我没有正量 没有修正 所有的经典都跟修正相关 不是思维度量能够知道的 没有正的境界 没有正的境界 你没有修正的境界 正量 正量就是说 正量就是说 你修正 正得那个境界了 你说心空了 你肉体没空 你这个气脉没空 那气脉如果 我看一个 假如说你的气脉还很脏 还很乱的时候 你的杂念一定不会清净 你一定有杂念 你欲望吸气一定在那 那么首先 比如我们修裁地 简单的修裁地 那些裁地 就是说你的气脉 首先要开始净化 你从一个凡夫的血肉之躯 那些气脉要净化 从净化要转入光明镜 当你进入光明的时候 这个人才不漏啊 就是这个人才可能定主 人家说有定身会嘛 不漏 也不是 就是说你的气脉进入光 你才能进入说 什么无声法人啊 这些这种概念上的东西 你说了生死啊这些 你在气的层面 就是我们身体还是气脉啊 人们说把脉毛主义讲气脉 气是循环的 知道吧 气一定在流动 你要气在流动的时候 你砸念一定 你定不住 你怎么可能定住 你怎么可能 因为气跟意念是一体的 气在循环 你砸念一定 一个接一个地跑出来 从我们刚开始 即使你宿舍是随随随 再来 即使你耕气再好 那么我们来了几十年 已经咱了一大堆吸气的东西了 是不是 我们需要先 从生理上着手清洗 因为心我们抓不住 心是抓不住的 你能抓住你的心吗 如果你 你是控制不了你的杂念 你说不想 它就想出来 是吧 那么身体我要把它 控制在坐地上 还是可以的吗 是个有形的东西 我可以控制 我说我今天坐四个小时不起坐 那我还是 只要有点毅力 有点狠心 我就能控制 把自己空眼能 控制在那个坐地上 是不是 心你就抓不住 你怎么控制 通过修身慢慢敲心 一直到你最后 进入无分别的境界 然后那个时候 你可以坐可以不坐 行政座 我切和拉扎水 都是禅定 对对对 但不是这个还不 禅住是最好的东西 你知道吧 对对 禅住一定是你最后 这个已经转化到一定时候 你知道到禅中的出现 是小城大城密城 他佛弟子走完了 最后修新法的时候 才是禅中 不着文字相 就是说佛弟子 已经走到哪了 走到要博士生毕业了 他要弃传登岸了 他要弃传登岸的时候 他已经度过来了 到别人弃传登岸的时候 他要不着文字相 把佛也忘掉 对 因为你有佛就有众生 你有佛 佛是相对众生存在的 你要把这个佛像 通通的文字相破掉 你要把船弃掉 你才能散 你总能背着船上去吧 对对 这一刻禅中出现了 对 法上映射是最后的事 开始我们要移植的 知道吧 开始我们很散乱 心中没有力量 没有定力 避武欲牵引 避这个世界的任何习气染 你还在避染 即使你心里面再结强 你有一个狠心把自己控制住 但只要你在环境里面不好 大环境还是燃 知道吧 所有的东西你控制不住 你就要依止佛法的行政 就是说如果你自度的话 这就足够了 但是度众生的话 就需要很多很多正量的 你的正量越高 就是说内在的那种能量 境界越高 你帮到的众生越多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阅读 而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一个法门去说 你要发心 你要从心性上去较证自己 要让他们从那种纠缠里面 从那种迷惑里面解脱 不那么容易 想这些的人就是妄想 明白 是啊 谁也知道妄想 很多人 谁愿意为疲于所恐呢 哪个人都觉得 这个是个妄念 这个是个妄想 我为什么想呢 明知道不行 为什么想呢 他就想了 对 所以他要是能不想 他就成道了 我告诉你 正因为他想 所以他成不了 所以你才要度啊 就是说 就是本来是佛 知道吧 他成佛是自己的佛性邪论 你没有一个成佛的概念 不是说你拼命地修 修到一定之中 你成佛了 是你本来已经是佛了 所以佛菩萨帮你做的是 清洗你的构 就是说你染了 你这个迷了 是因为你染着了 你在梦中 你在梦中迷惑了 佛菩萨所有做的目的是 把你从梦中叫醒 那你本来已经 你在梦中 把你从梦里边拉醒来 拍拍你的 说你该醒来了 就是如此 但你执着 你一直在梦中说 后边还有个狼追我 我不行 菩萨你先把我那个狼打了 我再醒来吧 你在梦里边 让菩萨帮你打了 那菩萨也没办法 入梦帮你打了呗 这就关系佛萨有求必要 进梦里边 帮你打了梦里边那个狼 然后告诉你 你得醒来啊 你否则下面还有个老虎追你啊 哎 所以你醒来了 那个狼也不存在 打狼这件事也不存在 帮你这件事不存在 度你这件事不存在 知道吧 只是这样子 这只是让我们不着相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佛菩萨在众生着相的眼里 你三界六道存在 佛跟菩萨也存在 他帮他是存在的 我告诉你 他必须存在 他必须存在 所以只是我们不要找佛菩萨的下 佛这样说 并不是说佛不再动你 你一定被佛动 对 一定被 因为你醒不来 靠我们自立 为什么 尤其在末法时代 我们靠自己的力量 是醒不来的 因为靠自己的力量 醒来等于是破自己的 那个梦是什么 你的自我 梦就是自我是最大的染作 等于你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 小把自己提起来 这个力量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需要 一直老师 一直上师 一直佛 一直菩萨来得到解脱 只是一直他们看清我们自己 没有镇定 你是无法 永远无法了知 如来圆满的智慧 你可以戒心 没问题 但戒心的一刹那 你也是定住了 你也是入了那个状态 在某一个状态里面 你戒心了 那就是定态 但是内心不乱 外部着相 这个是一个 我们刚开始一个初步的入定的境界 你知道如来的空定是什么样子吗 菩萨的游戏上面是什么样 这种定不是我们凡复的定 这种定才有 就是说 当一个如来进入空定 或者一个菩萨游戏上面的时候 他的定不是说他坐在那 他可以内心不乱 外力诸下 他这些东西已经达成了 是他坐在这的时候 过去未来现在 同时呈现在当下一点上 就是说他同时再能泄起 他不是众生迷惑恐惧未来 是因为不知道未来发生什么 过去 他在不断的回忆过去 是因为他的有记忆或者有东西所挂 就是说在佛 在正量面前 就是一个菩萨面前 过去现在未来 同时在当下的一点 当下是这种状态 不是时间 活在当下是一种状态 是一种定的状态 这个人活在当下这种状态里 那么在这种状态呈现什么境界呢 过去现在未来 以这种状态在一点上呈现出来 无所不知 他的角度是360度的看世界 而且在刹那之间 他可以泄起三千大千世界的正量 就是能够看到很多 我们的心性里面还没正如空性的时候 本能会泄起 你知道吧 本能你就被执着牵引 就是说在中医境界 你就会被牵引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俩人聊这些 我觉得因为你说的这些借底都是对的 但是都是果位上的借底 果位上的借底 就是已经成就者的借底 但是我们的生理没有转化完的时候 这些借底都是人家成就者说出的 我们修法门的目的是为了成就自己 是吧 当哪天成就了这个法门也 法门只是个工具 法无定法知道吧 法门只是个工具 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本能的执着 你是人就有人的执着 天人有天人的执着 一个狗有狗的执着 密封又密封的执着 是不是 但是那你就破了你这个执着 它就没用了吗 你为什么要揭持这个法门呢 众生总会说如果无我无众生 就是说都是相对存在的 那佛也不存在 但是对着相的众生来说 有我就有天堂 就有地狱 就有佛菩萨 就有凡夫 因为你有你 一切都相对你存在着这个 存在着 当然从你说 心中不做分别想 都是诸相 但是这个是果位上的成就 我们心中分别 就是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有撞击到你的东西 总有你过不去的东西 当夜里里面好多东西出现的时候 有些东西是你最执着的东西 你说不做分别想 你就想 那个东西刹那些气 这就叫禅宗的二祖 禅宗的二祖就是 后来去修道 然后被抓住 禅宗二祖不是被杀头的吗 他冒出的血是白色的 那不是一个正常 不是我们是有血肉之血 不是正常的 我们流着红色的血 就能渡脱众生的 有些东西 他有他的 那就叫正量 他说讲头领白日 犹如斩冲锋 就是人家戈头 就像斩一个冲锋一样 我们真的是血肉之躯啊 我们隔头好痛啊 他是真的正得了那种季节 就像梁宗宗的就没了 但是很多人 他说吃了烂炸水就是神兔啊 什么 但是他的内心分别执着一大堆 那个时候 这些东西对他就不是神兔 就是个反复 成佛是当你在实修的过程中 当你把气脉全部转化完的时候 你的气真的从 就是说最后 把同步的气脉转化到最后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三剑六道就是你已经渡进 但是众生在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说众生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 他还有执着 他还有业力 他没有清洗完 但是你真的在你的法界里面 你已经渡完众生 但那个正量 获得的那种境界 你翻回来看的时候 众生在你也就渡是佛 你真的能够平等 你才能真的平等 佛和众生无二无别 否则没有这个正量的时候 你起码没有转化完的时候 这种平等只是心性上的无分别 只是说你概念上平等 但心里边刹那生情的 本能的分别还是存在的 这种平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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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